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那么今天有两个主题要讲 第一个 继续完成这一个uniqueness solution of这个 head equation 这个system 像是我们谈的这个 Wave跟Laplacian OK 那么 这个uniqueness的证明过程 这个进行的过程 也同时完成了这个continuity 那么continuity to data 这个只是在描述一种正规的物理现象 正规的物理现象就是说你改变这个 你在做实验 举个例子说 那么我实验的时候的资料改变一点点的话 那么这个实验的结果出来呢 也应该会相差不远 意思就是说是一个正常的物理现象的展示 所以continuity to data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一旦有这个聚变的话 那就麻烦到了 那么 第二波呢 我们回到这个 Laplacian equation 不是 回到这个Wave System of wave equation 那么 我们要把这个 所以这一页我等一下不会插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 例如说0小为X小为L T大为0 那么现在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 所谓group velocity 或者这个paw的速度呢 现在跟X产生关系 所以它不再是一个常数的这个 结果在不同的位置 X的时候呢 你的速度不同 变成这个样子 Initial condition Initial velocity On the conditio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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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十速度 出十 初始位置、初始速度 邊界條件 那麼,我們要證明這種System 它一樣,它是Determined by two Calculistic Lines 但這時候Line不再是直線,它是曲線 OK,等一下,我們要提了 針對這個問題 我拿了Carraclistic Curves Slong as你有Carraclistic Curves 那麼意思就是說,你這個 在任何一個點 函數在這個點的詞 它要Depend on 由這個Carraclistic Curves 所決定的這個部分 OK OK Ou 在某一個點 完全由這個客戶來約定 OK Unicle 我不用寫Unicle Is complete Determined by 這些Carraclistic Curves 另外 上次我提到這個Homework 那麼 Related To Last Homework Assignment 這來自Strauss 我把他寫下 有關WearPost的問題 1.5 第一題 第五題 2.3 2.3 第四題 2.5 第1題 我們考慮這一個 我們考慮這一個 Initial Boundly Variable Problem 這個 Diffusing Equation 就是傳 熱傳導 Diffusing 是 Diffusing Equation 我們談Uniqueness 所以呢 我們右邊全部放0 就是Complete 右邊就是Completed et Homoginic System 我們要證明呢 它只有唯一的解 OK 我們已經知道它解存著 我們解過 OK 現在我們利用Complete Homogeneous System 證明說它只有零解 這等於弱血微弱了 原來的Fore System 它字都只有一個解 那麼已經有解了 那字都又一個 那表示它唯一 我們用兩個 用兩個變數的 一個變數、兩個變數、三個變數 通通都一樣 那麼用兩個變數 比較好畫圖 其實是Boundary of D XY0 那麼對所有的這個 是一點點的D Initial T等於0 Initial 邊界 這個XY 這個XY 落在邊界上 OK XY 這表示D T 變成邊界 C 變成T OK 在每個時候 你就一個 這個 啼啪的瘦 那麼你的邊界呢 在瘦的時間的時候就那個外表 這些我要dash line 的地方 就這個啦 叫它這個Service 表面 SYT SY belong to C T大於零 那麼如果到T bar 那麼就是0小等T小等T 各位要記得我們在談這個Hit Equation的時候 我們知道呢這個Hit Operator 它只有一個Celic Line OK 在單邊書的時候 在單邊書的時候 Napacent就是UXX 這邊呢 如果你對這個胡瓜不說的話 這個代表 UXX 加UYY 那麼接一個變數的時候 就UXX 我們知道呢 MXXX 這個就是L OK 那麼這個地方就你的D 這兩點就你的C 我們知道,某一個點,x bar,t bar 我們想求它的值的話 它有個K-K-K-F-Dine,就這一個 T等於t bar U在這邊的紙呢 由這條紙線下面的所有的data來決定 這變成邊界 在兩個編輯之下,變成一個surface 尤其裡面這個 你看到黃色跟紅色的部分 它的data決定了U在這一點的值 你只有唯一的特徵線,T等於t bar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考慮這種狀況 我們考慮這個 把這個改一下 0小T,小T8 ok 好,就到T8的手 好 那麼現在呢 I want to show 這個system s exactly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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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只有最多一個解 而又解出來了 那麼那就是唯一的解 所以現在我們要證明這件事情 那麼我們要分幾個步驟來做 各位注意看這個圖 這紅色的是外表 這黃色的是底部 D 你的Domain在XY平面上 所以C是這個D的邊界 D就裡面的Interior Point 那麼這整個 整個曲面在時間T8的時候 也是一個曲面 為了要證明 U全等於0 我們有幾個步驟來做 OK OK 我們考慮 一個行數B OK Vt-K Vxx 加成Vy Y 效率 OK 或者 Vt-K 上LAPLAC K C contrib 要習慣了 有些作者完全用LAPLASIC V 他不寫這個樣子 有些作者完全只寫上面,不寫下面 你看到,你要知道 我們考慮這麼一個函數 我們說CLAMV0 T8 XY落在這個D上 Interior Point Cannot attends this maxima 在這個地方 Remark V V 它可為 當然在整個Domain上 V is continuous CTS continuous 這個 C連結D T J1 0 T8 所以這是一個 你剛剛看到的 它包含了底部 T2 它包含了上部 它包含了邊邊 跟裡面 所以是一個close set 一個連續元素 再一個bunded close set 當然 有極致定理 它會得到極大值 也會得到極小值 OK V has maximum V V has maximum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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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纯粹的数学理论 那么我说呢 我Claim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极大值不可能出现在哪里 不可能出现在 这一部分 T的开区间 以及这里面的内部点 SY在内部点D T呢 对于最高点跟最低点之间 也就是Open Set 也就是说我要Claim了 V不可能 会有极大值 但是V呢 在整个Domain它有极大值 那么这弱血为弱呢 如果你可以证明这Claim的话 这两个 你得到 Vu V呢 At 10 Value 关于 Value 在这个红色的区域 获展了要么在这个底部 踢到一顶的手 要么在顶部 边界的时候临到踢靶 这个是第一 增上时间临的时候 这是第一 增上 踢靶的手 你如果不在 内部点的话 那么既然有最大值 那么最大值是可能 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C增上 临到踢靶 边界 这种状况 或这种状况 或这种状况 OK 我们要来证明这件事情 所以首先我们来证明 如果V这个HitOperate作用之后 小二零 那么我们证明它没有极大值 在内部 在内部 Suppose V attain its its maximum at某一个点 X0 Y0 T0 HitOperate作用之后 HitO HitO Y0 H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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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题的维 subscript 大概要等于0 因为它是关键点 OK 它极大值 大概是关键点 用内部点 所以呢 它的一次偏长数要等于0 OK 那么 因为它最大点 所以集合上它的second derivative,π就是 derivative,要稍微一点 稍微等一点 你用单变数码数去想就知道了 那么这告诉你呢 Vt-k Vsx Plusbyy 在x0y0 T0 各位注意看 Vt这等于0 这个效率等于0 K呢,hid kernel大一点 Z0 K 户户 的正 V加一个大在等于等同心 2大在等于等 上課不要看手機 沒有道理 比那麼容易 有形狀的 有形狀的 有形狀 要是一格 okay so we cannot attend its maximum okay in d now t 不可以 好 但現在是這個樣子啦 所以它可以得到極大值的話 剩下這三種狀況 接著我要證明 這狀況也不可能 好 好 好 相成怎麼描述 所以d乘上t等於t吧 就你看到的 圖3 這要圖1 圖2 圖3 所以我們現在來的圖3 OK X0,X1,Y1,T8,上面某一個點,上層的某一個點 我們證明它矛盾 那麼各位注意,現在有一個比較要注意的地方 你的T呢,這是你的上層,是吧 你的T呢,你現在就算VT,T0,T8的時候 OK,所以T呢,是從這邊one way來趨近 OK,T小於T8來趨近 好,Evaluate Limit T去近於T8,從左邊來去近 OK,T-T8 V,Pi就是Derivative 所以X跟Y的指頭一樣 OK,X1,Y1,T減掉 V,X1,Y1,T8 各位注意啦 T8大一T,所以是負的 V,X1,Y1,T8 它有最大的值,我們假設嘛 OK,那裡面的值不可能有最大的 所以這個消為這一個,所以這一波呢 這個大 而且絕對比它大 沒有等號 我們剛剛已經證明了 裡面不可能有極大值吧 那你現在說我的上端是極大值 那麼上端的值一定比 上端的最大值一定比裡面的大 OK 所以這是負的 負負的值 所以呢 在X0,X1,Y1,T8 我假設這個 上端的,上端的那個 極大值那個點 我的VT -K VXX VY1 OK 在X0,X1,Y1,T8 各位注意啦 你在上端的時候呢 這裡的X1,Y1,T8 OK 就我的第三個圖 OK 我這邊用 所以X1跟Y1 對X1,Y1這一部分而言呢 是內部的點 對吧 所以一樣的 它竟然有極大值 這東西稍微等於0 OK 這兩個加起來 兩個撐起來 呼呼的正 所以是加正的 VT呢 大還是0 所以整個呢 大還是0 但是呢,各位注意啦 我的VT-K VXX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假設 它是小微0 它不當矛盾 而且顯示呢 當你的T去進T0的時候 這個Heat Operate 作用出來的這個函數啊 也就是LV 在T等於T8 不連續 為什麼 你出來 你這個小於T8的時候 小於0 等於T8的時候 大還是0 你的Operate就指 左邊這個啦 這叫LV OK 你的LV呢 這個 當T 小於T8的時候 小於0 當T等於T8的時候 這T等於T8的時候 大還是0 Discontinuous 那麼我們在談這個時候呢 Second derivative 就是 這偏導函數都是連續的 所以這不可能的事情 意思就是說 上層 Discontinuous LV T8 OK 所以這個也不行 所以我們得到 這個證明啊 你現在 內部的點跟第三個部分 通通都不能得到maxima So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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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 L plus V 如果小於0的話 然後 由於它在整個domain 是連續 它一定有極大字 那麼現在呢 你發現 內部的點跟上層都不行 所以只剩下1跟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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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就代表 你的S Y T belong to C 層上 就邊界啦 2呢 就底部 OK OK 下次兩種情緒 接著呢 我要證明 剛剛是 剛剛是 Step 1 OK 這是 Next 所以這個叫Step 2 Step 3 我現在要考慮 把這 不等式並不等式 U U Certified Ut-K R P U T-K T-K OK 等於點 王主修 這一部分 就是 Maximum Principal For Vt-K 到 Principal V 小為0 Maximum Principal 我們現在要證明 Maximum Principal 或這個等式 OK 你看 也就是如果U 滿足這個等式的話 那麼 它的最大值呢 一定 在你的Service上 或者再提補 跟這個完全一模一樣 OK 如何證 我們利用 這個Step 1 2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要去製造一個函數 它的LV 會少於0 OK 我讓V 等於 U加上Y 那麼 這邊有一個函數 叫做HX OK Y 任何H方大0 OK HX呢 等於X平方 加Y平方 OK 所以它永遠大一點一點 所以它永遠大一點一點 OK 你的X5 HX5 那麼一樣的Domain OK 注意啦 你的V 你的U呢 它的整個Domain 當然也是V的 整個Domain 那麼HXY呢 是多樣式算數 也定義在任何地方 所以它的Domain呢 Domain V 等於Domain U OK 等於XY T OK 那麼我們現在 一樣的 Domain Domain XY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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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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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t,注意到H跟T没有关系 H是xy的函数 所以拼导数对替维纹的话就变成0 所以Vt变成ut -k Lapelian是Linear Operator Ut-k Lapelian是U 减掉,注意了 H等于X平方加Y平方 所以Hx等于2x Hx等于2 Hy等于2y 所以Hyy等于2 所以Hx加Hyy是4 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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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V在邊界才有極大值 接著我們要來看U 這個D 你現在找一個 Disk 可以包含D的半徑叫做R 讓R 讓R OK 讓R OK 可以的 所以我們估你一個 值叫R OK 我們知道你的V是等於U加上 U加上 OK 那麼 注意啦 這是一個大A等於你的數 所以從這邊你得到 U 小於等於 V等於U加一個大A等於你的數 所以U一定小於V OK V呢 by maximum principle 它一定小於等於V是什麼 V是你的U加上 Option 乘上X平方 到Y平方 Max Masima 在這一個邊界 在1跟2 OK 這是maxima principle 它告訴你 OK 或者我這邊 再寫一步驟 你會更清楚 OK 你看 G maxima 109 V呢 是你的U加上 Option X平方 加Y平方 那麼你的XY Z XY跟T 通常在1跟2裡面 OK 好 這個呢 小於等於 maxima U 1跟2 加上 maxima 1跟2 y X平方 加Y平方 OK 好 各位注意啦 這等於 maxima 1跟2 U 小於等於 我現在把這個整個去掉 我不要讓它有XY存在 你的XY在這邊 你的XY在這邊 是吧 你的Y在1跟2裡面 OK 那麼 因為你現在只談XY 所以它在D這個範圍之內 任何一個XY OK X平方加Y平方 一定是R平方 因為你 因為你 Disk 把XY這一部分 Special Variable 空間的這些變數 全部把它cover掉 OK So 這整個等式 U X Y T V X Y T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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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加上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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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這個本什麼呢 可以改寫成 如果U 各位注意 U 現在等號 OK 找這個叫做上 如果你的U XYT 小於等於M 在1跟2 也就是說你的M 是1跟2 1 代表這個表面積 紅色那個表面積 2 是底部 那麼它一定有一個結大值叫M 那麼如果U XYT 通路在這邊的話 那麼它一定小於這個斗面上的某一個點 注意啦 所以我們可以找到一個交替的 法定 然後我們可以找到一個交替的 如果我們在這裏有個結大值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交替的交替 這個交替的交替的交替 Ou 如果你在邊界跟底部所有的函數值 通常小於等於m的話 那麼包括內部所有的點 通常都會小於等於m 我們把這個叫做 那些關於解析的解析 就是這個解析的解析 所以在解析的解析 是有個解析的解析 有個解析的解析 就是有個解析的解析 T-K 可真正的解析 等於零 我們等一下 要證明所謂minimum principle 如果 我的U 在這些外表 跟底部 有一個極小值的話 那麼 我說的點呢 都會大於等於這個極小值 意思說內部的點呢 也會大於 溫度會大於等於 你把它想成溫度 OK 整個的解釋 等一下我要證明minum principle 整個解釋是這樣子 一個物理問題 假使你現在有一個 這個 假使你現在有一個圓柱好了 OK 這個圓柱包含了這個 這個 邊邊 把呢 bottom OK 最高的手 就是T-Bottom的手 這是一個立體物 我現在呢 如果我在邊界或者底部 OK 你有一個最高溫 又代表溫度的話 也有一個最低溫 在某個 這些紅色的或者黃色的 某一個點的話 那麼所有的 內部點的溫度 OK 所有的內部點的溫度 它的溫度呢 不會超過 邊邊或者底部的最高溫 也不會低過 邊邊或者底部的最低溫 也就是它的溫度呢 被你的邊界跟底部 所控制住了 OK 他們就像如來我掌一樣 你裡面的這個 物體的溫度呢 絕對是在介於 由我邊界跟底部 所決定的兩個溫度之間 OK 這個是它的物理現象 我們等一下證明 minimum的部分 好 休息一下 接著 我們來討論這個 minimum principle 有了這個maximum 跟minimum principle 我們來才能證明 我們的complete homogenous system 只有0解 OK 當然maximum principle 還不夠 這個minimum principle 是這樣子 如果呢 U satisfies Ut-k la plus u 等於0 xy belong to d tjt跟t8之間 OK 如果 こちら 在表面基 或者在底部的話 OK OK 这样 M是整个Domain最小的 也就是里面的温度绝对不会低过边界或者初始的温度 整个Domain 这像minimum principle truth 那么注意哈,你这个operate OK L等于非非T minus Laplacin 这个operate 或者了 非非T minus K 是 Linear Operate 那么 U如果是这个 LU等于0的结的话 那么 OK Linear Operate A 绘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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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顯示的辦法就是你把這個方程式承擔給互號 然後把那個互號帶進去 我馬上就可以用maxima principle 我給他什麼符號 maxima principle 4 給他一個符號好了 叫做4 剛有3現在有4 OK 你得到 你的 就是vsyt 通消費等於 通消費等於 我用戶口等下為了整個比較整齊 Om 是 the maximum value of v OK 1跟2 邊界的地方 x yt beknown to entire domain 我的maxima principle for v 這個等式告訴我說 v2 你所有的值通用小于在1跟2的最大值 我把它称作护m OK 好 v x y t 小于等于护m 最所有的 x y t OK 好 所有的 OK 好 各位注意 我两边乘上护号 会搭在这里m OK 这里是告诉你吗 m会小于等于护v x y t 这面 x y t 你的 v 是护u 这是护m小于等于护m小于等于护m小于等于u 这个护m是1跟2里面的最大值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它等于护m等于v x0 x star y star ok d star ok or sum x star y star d star 比方2 1.9 1.9 2.9 2.9 2.9 所以就告诉你了 好 注意看 因为 M呢 等于护v 分成的护u V是你的乎U 你看这里都等式 M等于U在某一点的词 好了 这意味着 UX star Y star T star 小于等于UXYT OK 那么利用刚刚的3rd step 这是Megma Principle 你所有的值 不会超过边界的最大值 OK Done FOR ALL X Y T 最左边的点跟最后边的点同在1跟2里面 那某医学说呢 我边边把UXYT的温度的话 你内部那个物体的点 你的物质的点 那个温度啊 绝对不会高过边界跟一初时给你的值 最低的温度呢 也不会低过边界的值跟初时给你的这个温度的值 OK 好 好 回到我们原来的题目 5 2 3 2 2 3 1 homogeneity 是什麼 研究condition 研究condition的左邊是1 邊邊的 圖1的話是剛化 圖1是邊界 這是2的點 這是1的點 XYT XY belong to C 所以你有第一個點跟第二個點 第二個點是initial的部分 OK 那麼 所有的data都是0 包括沒有外力啦 包括初始溫度是0 邊界溫度是0 那麼三明治定理 這個你可以看三明治啦 你裡頭的溫度 被外頭的 或者初始的位置 這個溫度呢 所涵蓋 OK 我喜歡叫它叫三明治啦 這裡面 這裡面被這兩個夾著 但是呢 問題是 0是一個常數元素 就告訴你呢 m 等於把這個叫做m 這叫小m 這叫大m 所以 所以U呢 沒有選擇 U一定等於0 這我原來的system Completed homogene system呢 V的解就是triple solution 那麼意思就是說呢 你的whole system 最多只有一個解 但是你已經解除一個了 所以呢 它剛好有一個 所以uniqueness 那麼至於continuity 這個東西多好用 我現在給你一個remark 這個continuity把它叫做 因為它很重要 把它叫做5 叫做5 star 5顆星 5 star 剛剛前面是4 star 現在5顆星 5 star 一個remark continuity to data 就出來了 太簡單了嘛 你邊界條件跟處子條件呢 都很小的話 那麼你所有的溫度呢 也都很小 這什麼一回事情 OK 這樣 是有些在過程 都會選擇 這個圓 更多的 這個圓 在過程中 那裡 都會選擇 1跟2的最大者 1跟2的最小者 所以XYZ 既然 它們都很小,所以這個也很小 再一次,1跟2的直度很小,所以這個也很小 所以整個溫度都很小 所以continuity to data OK?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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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時間呢 我們回到過去 可是這時候呢,我的Wave Velocity C呢,現在跟我的位置有關 跟X有關 OK? 我不要再重操了吧 我不要再重操了吧 我們recall一下 OK OK 營業condition 放在condition L啦,G啦 L3,L4 跟剛剛那邊的網線櫻木一樣 OK Page 1 除了現在這是常數 那麼我們知道它有 在X bar X bar T bar 好 你的X bar T bar 可能像這樣子 OK 你想知道 U 在這一點 另外它有可能像這樣子 有可能像這樣子 我估議 那麼 在這種情況下 好 我們來看 Domain of Dependence Ou 在X bar T bar 我們知道 Detain by 這兩個cucarious flag OK 這叫C1 這叫C2 這是 Initial Segment 所以事實上 你在X bar T bar的時候 你完全沒有用到邊界條件 你的邊界在這邊 Boundary Condition 是給在這邊 但是你現在呢 只有這三個部分 就可以提供你 這些點 的Data OK U 的Data 就可以告訴你 U 在X bar T bar的值 所以這是 Initial Variable Program 你完全用不到Boundary Condition OK 那麼 因為是Inhermogeneous 所以呢 它包含了內部之形 所以一個三角形 OK Domain of Dependence 就是這個三角形 那麼 這是一個Initial Variable Program 你現在如果考慮另外一個點 像這樣子 變成C1 然後是C2 那麼 你就包含邊界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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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用到你的Boundary Condition 在這個地方 你會用到你的Boundary Condition 在這個地方 你會用到你的Boundary Condition 在這個地方 OK 另外兩個黃色是你的 Curricular Risk Line OK 那麼 裡面這些點 通通都可以決定 U在這邊的值 所以這叫三角形 這叫四邊形 Domain of Dependence 如果你要去X bar T bar 你想知道U在這邊 那麼 你的Caparistide 會跟這個 邊界相撞 好 那麼 這是你的Initial Siglement 所以你先是五邊寫 你會使用到兩個邊界條件 你會使用到整個0到L的初始條件 還有呢 還有呢 你的這個Caparistide 在這一段子 開成C1 C2 這是當C是常數的時候 你的Velocity 各位要注意啦 由於啊 我這邊用X 我這邊用T OK 所以你的C1 這個C1 它呢 擺這個C是DX DT啦 OK 因為我們知道兩個這個C2 X加CT 等於某一個 某一個常數 一個呢 一個呢 Y X-CT 某一個常數 OK X X X double OK 那麼不管怎麼樣呢 你這邊得到了DX DT 一個C 這C是負C 正負C 也就是呢 C1是正邪率的時候 C2是負邪率的時候 所以DF DT等於正負C OK 那麼 你現在因為把T放在垂直的位置 X放在 這個水平的位置 所以這時候呢 你的C1呢 DT DX 等於 C1 OK C2 它是DT DX 等負的 負C1 所以呢 一個往右走 一個往左走 一個往右走 往右走的呢 斜率是正的 往左走負的 可是 各位一定要知道 OK 因為現在你的T 是垂直線 OK 但是我們這樣畫 在解釋上面比較好解釋 OK 好 這些都要知道啦 那麼現在呢 我們要來看 如果C變成CX OK 我的這個 Wave的Velocity 會隨著位置不同 好 好 那麼 有關計程度的問題 會是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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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注意 所以它導的過程 我們一樣是用 Conservation of Energy 是會是麻煩的 OK 你要用到 一些 一些深入的理論 OK 我們這樣講 OK First at S bar T bar the domain of dependence Ou OK X bar T bar Determine by 一樣的 有兩個特徵線 但是曲線 OK Nemly OK 把這個C1 C2 X bar X bar X bar 這看你的點在什麼地方 會像那個一樣 這兩個曲線 都會經過X bar T bar OK C1 對這個點而言 是 XJ0 X bar X bar 是一個 第一個 特徵曲線 C2 等一下我會給各位一個 具體的例子 OK 這兩個曲線 會經過折 那麼 CX在這個地方 C1X 大0 OK C2X C1 C1 C2 OK 如果 X T Belong to C1 OK 那麼 C1 C2 OK OK 那麼 X T Belong to C1 我們可以組一個方程式 在X點的時候 在T的時候 DX的T呢 等於 這樣這邊一樣嘛 C分之一 下面CX分之一 OK X T Belong to C2 DT DX 等於 Hood 其實是Hood OK 我應該這樣講 這時候 DT DX 大一點 DT DX 下面 DX DX Belong to C2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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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想 注意這四億平方嘛 是吧 四億平方 Remark 一下 不要讓事情搞得有點迷糊 四億平方 X 大臉 所以四億平方 可贈可負 是吧 另一根4 正負 是吧 例如說 在 52 個38 等於 像說四億平方赤等於正負二 一個正 一個負 iana bisa準備好 不用太 get into sch 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在X的詞時候,一個是正,那麼這邊有個符號就代表它是符 OK?這樣想 那麼我們來解這個 這是維文方程,T是X的函數,那麼它的導數是CX分之一 DT等於1 over CX,DX 那麼T呢,給它積分 從那個T,那個XT到X8T8 T到T8 當然這時候你就用其他的符號 D DX,OK? 等於 T的時候它對應X,OK? T的時候X在這邊 那麼T8的時候呢,對應了空間值是X bar 因為你這是一個曲線嘛,任了一個T就一個X 那麼你現在就不要用X了,你用這個C plus C,OK? D plus C 所以你得到 所以你得到 T bar 你的T bar,X bar是固定的一個點,是吧? 你給它固定這麼一個點 那你的X呢 自從0到X bar,OK? 它就會變動 所以呢,這是 P of X,P of X,OK? 所以你T,OK? 把它重寫一次,OK? 你要把T兩邊成為一個固號 所以你得到 2T bar加T 人負的 P of X 所以你得到 它滿足這一個代出方程 我給你一個圓方程 你繞一個代出方程,OK? 你看 針對C1上收入的點 ST 它滿足那個空間 公式 所以這X不可能是一個直線 OK? 因為你這邊有一個函數 這是一個常數T bar OK? OK? 好 那麼正在計算的時候 你當然要算這個 In Evaluation You have to evaluate 這裡想這個Store 你現在要算這個積分 OK? 因為你的P of X 就是這個東西嘛 所以你一定要算 OK? Along C2 或Xt 在C2 OK? And Assume Cx 是正的話 那麼 你現在是 who Cx OK? 我很忘記 所以你得到 剛剛一樣 這個 T T bar OK? DT 等於 在T的時候是X T bar的時候是X bar 這個曲線上 OK? 這個戶號可以被吸收 變成X bar到X X 所以 所以唯一的差別在這個地方 其他一樣 路徑剛好電倒走 所以 T bar T bar T T 等於 X bar X Oc D percent D percent D percent OK? 所以如果一個機會是正的 另外一個機會是負的 因為你的路徑電倒 下面給一個 concrete example 一個具體的例子 好 實際上把它算出來 好 U U T minus 4-X 平方 U X X 等於 F OK? U T 大 U X 等於 U T X 等於 U 等於 U 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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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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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從這個 Equation 來看 注意啦,你的x 介於0到1 這你的所謂,它跟x有關,c 平方 x 等於4-x 平方 你到c等於正負的4-x 平方 因為4-x 平方,x介於0到1這永遠是大於0 所以開根它沒有問題 c1 c1,你的dt,dx是正的 因為它往右走,x是往右 所以它等於正的 c2,dx 平方 c2,d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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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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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有Risk 如果XY 用到C1 就像我剛剛講的 T bar-T 就等於 X X bar 1 over C X 就是正的 次見 X平方 DX Consider 比較有趣 Consider X bar T bar 等於6 2分之1 3 OK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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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